哎 停停停 那你怎么了 我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哎 姐姐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我是不小心摔倒了 哎 你这个是背的什么样 我这个是牛草 牛草是吧 那我帮你扶起来给你背一下 好 我给你背吧 还能不能背啊你这个 你的手 慢慢来 还能对吗 行吗 你的脚好像扭到了吗 要把东西放在车上 我送你们回去吧 没事没事 我家在那下面我可以慢慢走的 什么没事 什么慢慢走呀 我饿死了 你知不知道 这么好的车 你看 人这个哥哥都说送我们回去了 你不走的话 我走了 我坐上 没事没事我们来就好 没事我们一起吧 没事我们来就好 我们来就可以了 我们去过去啊 不用带了 是啊 我不是吧 你们车都用的很烦啊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你不客气啊 我擦一下吧 没事不用擦不用擦 哎 这个是你们的房子是吗 对 这里是我们这山上的房子 然后下面正上也有那种服品 把修得很好的 是国家给我们修的 因为这里的话是我爷爷的奶奶 这两个是我爷爷奶奶 他们80多岁了 在这里养的有牛 还有很多猪 所以我在这里照顾他们的 你坐嘛 坐 好的 这位是爷爷是吗 对 爷爷爷爷他怎么是躺着的呀 他这几天身体有一点不舒服 哦 是感冒了还是怎么 嗯 对 感冒了 哦 这个是奶奶吗 是的 哦 奶奶年纪应该也比较大了啊 你是87岁了 爷爷你多少岁了 爷爷81岁 81岁啊 她不会说普通话是吧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阿姨莫 阿姨莫是吧 那你怎么没有出去 工作在家里干农活呀 因为我爷爷也经常设计不好 然后奶奶也老了 他们没有人照顾了 所以我在家里面照顾他们 那你爸爸妈妈呢 我我爸爸我爸爸他就是和喜爱喝酒 然后就天天都出去喝酒 到喝晚的时候才回来 嗯 我妈妈 我妈他在我跟我妹妹很小的时候就跟我爸爸拥过了 然后就走了 不好意思啊 提到你伤心的事情了 那你叫什么呢 啊我叫冷风哦 你们来我们村生是有什么事吗 啊不是的 我们是来记录乡村生活旅游的 然后最近你们凉山这边过火把街 刚好过来过火把街 领游这样 对对那火把街也好玩吗 饿死了饿死了饿死了 还不去做饭还在这里聊天 你你坐一下我去我陪他聊 帅哥好帅我刚才没有看清楚 我俩拍视频 就有点事情就先走了 天都快黑了吃一点再走吗 没事没事我今天就不吃了 下次再来吃好吧 好快先走了 你跟他说呀不要走呀 怎么了 就是今天你送我回来 然后后面你车子又被我弄得那么脏 这点钱你拿去洗车吧 不用不用不用 没事不用的 我们车本来就应该洗了 没事 我们自己洗就好了 没事没事 你拿回去买东西给爷爷奶吃吧 你们过几天还有时间吗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经常在这边记录乡村生活的 有时间的 那过几天你们再来我家 我要我做饭给你们吃 可以的可以的 没有问题啊 没事你回去吧 回去吧我们走了 好